第三局下半场 军攻场 扳掉了先知机械 然后再加一个前锋 这把对于XR来讲 宝瓶就能赢 阿福上一把非常给力的一个三抓 那么我们看看球者这边怎么安排了 这套阵容说实话 修机还是比较快的 前期如果说冒野家狗住了 然后邦邦这边抓守木 或者抓空军 整体上面来讲 修机的速度是有一定的能力 来保平的 这套阵容还是比较不错的 打一个邦邦 有一手空军在 作为一个稳定的控制 可救可溜 甚至还可以帮忙挡一枪 来给队友进行一个牵制的 一个环境的营造 交了铲子的守木人 带的是传送 淬火传送 守木人这边可抓 抓一个守木人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传送好了 也可以换个点 就怕冒野家不需要买 传过去是个佣兵就难受了 所以这边抓守木人也是可以的 这边这刀挥的有点急 尖家这里的话 没有鸟的一个帮助 这边先吃一刀 然后十几秒以后才有下一个铲子 但是这边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说这边再吃到一颗炸弹 他这里可能就会被一颗遥控炸弹给收 空军这边交枪 对这就刚刚说的 就是这一枪可救 可溜 还可以帮队友 这样的话 邦邦节奏是算被断掉了一手的 北离的冒野家在沙巴废墟修 追着空军又去了 半血的守木人追着满血的空军 但这里不是那么好抓 这个点位的话 空军可能是个双弹 这边应该会强行翻 已经遥控雷的掏出来了 看这颗炸弹 看这颗炸弹 能不能补上 没补上 没补上 空军这边绕的话 应该是差不多要倒了 这个位置差不多要倒了 倒了以后 关键是冒野家这台电机 再电机能开 能开的话就还能接手 能开的话 这里先丢一颗遥控雷 守住这台电机 挂上以后应手这台机 逼你们来救 来救的话 要派一个满血的佣兵来救 对于帮帮来说 这个节奏就好了 这里虽然说空军那一枪交的不错 让守木人走了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他兜兜转转转带过来 干扰到了冒野家的电机 虽然说这台冒野家电机 待会就算是空军飞了也好 佣兵救了也好 都是能补开的 但是你浪费的是一个 来回的一个路程 冒野家对吧 本来可以修完以后 去修起下电机的 这样的话一个来回的路程 还是要损耗的 通缉到的还是一个满血的佣兵 对于帮帮来说 这拨防守如果能做下来 是有机会能增三的 看看 这边 冒野家翻书页 空军过半 佣兵应该是压死就一波 然后拉走 补这台电机 看看会不会吃一个双导 这里是各种远程炸弹丢 冒野家不太敢来救人 对吧 半血的守护人更加不可能 一个护币弹 这里佣兵手上面还有三个护币 应该要再交一个了 打一刀 好的 这边吃掉了一个护币 那这边传送了 直接传送过去 丢炸弹 传呀传呀传呀兄弟 他是要骗过来 我知道了 如果我立马传了 你可能就不过来了 对不对 有道理啊 这手不传我还是太嫩了一点 太急了一点 因为我怕佣兵交一个护币过去 这个到脸上直接把人扯下来了 这样的话佣兵是补掉守护人的遗产 电机还差一台 穷者还是有机会 因为冒引家这个人 冒引家这个角色 还是在补电机方面会要比其他角色强的多的多 你就不知道他在哪里 对吧 摸一本书页过来就没了呀 炸没炸出来 炸出来一刀 炸出来一刀 来看一下这边 炸炸炸炸炸炸 遥控炸弹也没补 淘心这边的一个炸弹 交的稍微有点急 因为现在没到二级 他的一个炸弹的一个充能还是比较慢的 那这边没办法了 只能是把人捶出来 捶出来的话 这边电机好了 电机好了 冒引家这个补电机能力还是快 我们可以看到这把其实帮帮的节奏 抓人的一个节奏 包括防守节奏 就一波没救 没有给到任何的机会 以至于这把的话 应该是一个平局了 刚才如果说能秒掉这边的守木人 我觉得淘心把人挂上以后 可能还有一波机会来防守 然后再来抓机会 但是可惜的一点就是 一轮炸弹都没炸 这不会要三跑吧 遥控 补走了三跑 后面的一个炸弹没有丢准 很可惜 前中期的节奏 穷者没给 没给机会